欢迎收听 再一次 欢迎收听夫妻 你怎么了 再一次 我加班好晚 你是故意的吗 你没有做效果 没有 那我们再一次 欢迎收听夫妻存聊天 我今天脑筋有点不清楚 你怎么了 没关系 自己来管她的 你就是加班很累是不是 超累的 真的 我 因为我问我同事说 他们想听什么话题嘛 结果竟然有人跟我说什么 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鬼月了 所以想听鬼故事 鬼故事 对 然后我就想到 你们家是常常发生啊 各种 我说我 我今天在听 我们之前的节目的时候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你有一个笑声啊 就是明明 哈哈 但是你的笑 上面又叠了一个 哈哈哈哈 真的 你在说什么 你说什么 我听不懂 我说我听到 我 不是上 好像上一集吧 就是还是 星期 反正星期三 还是什么时候的 一集 就是 我听到你笑声的时候 忽然就是有一个 哈哈哈哈 这样子来唱 真的 你说音档 真的 真的 是你耳朵听错了还是 不是 我觉得你的笑声的层次 让我就是 真的会觉得 你好像多了一个灵体的上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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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体 因为我 哎我跟你讲 真的没有开玩笑 我们 其实 其实广播真的 我有曾经 遇过就是我们节目 就是明明就是 全部都是女生 哈哈哈哈 然后 然后后来不知道 谁讲了一句话之后 后来有一个男生的声音就说 对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真的 我剪辑的时候 我倒抽一口气 这好好笑 好恐怖 哈哈哈哈 那不是你的声音吗 不是 哈哈哈哈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我就 因为我们电台就是有那个基督徒啊 然后 哈哈哈哈 然后 然后祷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真的有请别人祷告 要祷告什么 没有啦 就是说 我听到这个声音了 然后呢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说 搞不好是上帝啊 哈哈哈哈哈哈 我们不是说不能讲宗教的话吗 真的 搞不好他想要加入讨论吗 只是觉得 总是一直被听 一直听大家的祷告 其实很想要加入我们 哈哈哈哈 好好笑哦 怎么这么暴躁 好笑 好啦好啦 诶我们会不会等一下 那些笑声上面都 贴了超多 会不会很难 对啊 会不会很难见 就是 十万个笑声 好啦好啦 认真 然后呢 所以你 你为什么突然讲这个鬼故事 对对对对 那 其实我有 我真的有遇过 鬼故事 呃 可是你不要讲那么长那个 好我知道 就是反正就是有 但是那个故事我们之后再说 好 ok 其实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 其实也是跟鬼故事差不多 我本级的啦 对差不多 就是他那个尖叫啊 淒淒的声音 哭声啊 有点勒头 真的 那哭声就是不是只有小孩的 嗯 还有我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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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答对了 我们今天要讲什么呢 就是育儿期待 就是什么 就是说你在婚前一定要搞清楚的很多事之三 就是对育儿期待 太多可以应该要先知道的事情 可是也许很多人都不会先跟对方确认一下吧 结果后来才发现 怎么这么多落差的地方 比方说要不要生小孩 要生几个 那生了之后谁带呢 谁是主要照顾者 那怎么带 如果是交给别人带的话 那是保姆带还是长辈带 还是有其他的一些选项 那时间上怎么接送啊 那些太多了吧 所以就是我觉得应该可以的话 就是跟你的另外一半讨论一下 然后甚至是你也可以跟 就是已经有小孩的人聊一聊 可能会遇到什么问题这样子 对 那其实我们的状况 其实我们小孩是我们预期的吧 其实一开始就是有期待说我们要有小孩 可是当时就是比较天真吧 就觉得说那我们至少有两个这样子 可是剩了一个之后就觉得一个就可以了 因为真的承受不住 所以我们 就是我先讲一个插曲 就是 其实你之前有也先怀一个吗 我刚刚想到那个灵体 我觉得很好笑 好像这样子 我说我们之前有先 不是省一个 就是之前有先怀一个 但是后来留掉了这样子 比如说在我们现在这个小孩之前 有一个很好笑的 灵体 有一个很好笑的 不是 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叫他小布丁 对不对 就是帮他取个小错号 就是怀的时候就是帮他取个错号 叫小布丁 然后就是后来他就很不争气的 就是没有吊声 然后想说下一次一定要取一个很坚强的 然后后来有一次我们就到关西旅行 然后我们就吃到那个 新竹的关西 对就是然后我们就吃到一个就是很坚挺的一种仙草 叫仙草胶植丁 然后我们就决定想要下一个叫仙草胶植丁 对就觉得这样应该会抓很近 对 可是也没有真的这样取啦 就是觉得对这个孩子有期待 还好就是在怀现在这个孩子的时候 就真的也跌倒过 可是他真的抓很近的 对就是那时候就是在一家那个宵夜店 我没要聊到这个那么一些的事 就是他就是你跌倒嘛 然后后来那时候就因为你之前有留过的经验 所以你就很怕再失去 所以你就大哭 对对对对 然后后来到就立刻到医院去检查 也没有立刻啦就是隔两隔天吧 哪有立刻吧 哪有我们那时候吃宵夜隔天 隔天对对对 反正后来我就觉得 诶这个小孩真的蛮有跟我们蛮有缘的 然后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那时候跌的那样子 所以他可能真的有点摔出 摔出外框外的东西 我觉得他的歌星有点 老师又是新的一集了 真的 与众不同 非常的不同 对 那反正我们就是这个身边的朋友 当然各式各样的都有啊 就是关于育儿期待 就是我不知道他们是说在婚前就已经确定好 还是婚后之后才这样决定 就是我们先把这些朋友们大致分成四类 嗯 第一个就是有生的平凡人 就是我们 对就是我们这种平凡人 就是我们真的就是生了之后才开始学怎么养 大家都是啊 对啊 但是我们是就是 但是就是生了之后觉得说 诶其实我们的就是财力啊资源啊 还有各方面就是 还有就是能够忍受就是被孩子剥夺的那种 那个 这个什么 心理的压力 觉得已经无法再承受 就决定只要一个就好了 不然的话其实之前还觉得 可能就是小孩子 哎 可能人家都会说什么 要多生一个啊 这样才有办啊 什么的 他如果帮我养 他帮我花钱 我可以啊 真的是 对 反正我们就是平凡人觉得说 就是一个就好了 因为我真的没有办法一边在家工作 一边再带一个小baby 真的 对 没有办法 然后第二种就是说 就是有生的那种人生胜利组 什么样的叫做人生胜利组 就是 好 就是我们有一个朋友啦 他的先生算是工作还算是蛮不错的 对 所以让老婆可以比较就是可以安心的在家里带小孩 嗯 他可以选择要不要去上班 对 他也是很有工作能力的 对 就是可以选择就是一个莫大的幸福 对 真的 那 其实这个朋友是我们非常好的朋友啦 所以我们真的觉得很 很祝福他 我也觉得就是这样子的人生是很棒的 祝福 真的啦 就是我觉得就是 他也有他的烦恼 可是我们来讲看他的烦恼是什么 他的烦恼 哈哈哈 他就是 他就是 因为他是一个很用心的妈妈 所以他就是很会帮小孩子拍影片 这样子 就是拍很多很多的那个成长记录这样子 然后他的烦恼可能就是 啊我今天没有时间剪这个影片 然后或者是啊我今天剪不完 或者是我今天剪的东西他不见了这样子 就是他人生最大的烦恼 也不能这样讲 就是 就是 他会跟我们讲说 啊我 我昨天做的这些事情 好像熬咬到很晚这样子 终于把这个我们上礼拜去 呃就是 杜拜 哈哈哈 没有去杜拜了 这个影片剪好了 欸不过我觉得我们也不 现在开始也不谎多让了耶 之后我们也可以讲说 哎我们昨天录的Podcast没有录到啊 哦不会 这有什么好 这一点都不奢华 我觉得你那个朋友才奢华呢 对啊 然后因为他讲 他跟我们讲这些话的时候 我们刚好就是在忙 很忙工作 然后就是又小孩又大哭什么之类的 他们就觉得 哎 好羡慕 对啊而且我觉得最不可原谅的是 就是他他是 呃财力上面绝对没有问题 然后可以选择要不要去工作 他的原生家庭也是后援坚强到爆 就是男女两方都有强大后援这样子 就是阿公阿妈和外婆都是非常棒的 那可能就是上辈子救了国家 对可能真的可能就是拯救世界吧 对对对 我跟你讲我觉得最最让我觉得天崩地裂是 这么棒的一个人生生理组 他抽到了北市的公佑耶 真的是很不可 来点音效来导播 我觉得太太好了吧真的 所以觉得人生就是 际遇大不同 际遇大不同吧 对啊 然后第三个类别就是 有生而且是生很多个 我觉得两个以上就是很多个 两个以上啦 三个以上 我有认识一个客家歌手 他生四个男孩 他是有预定他要四个吗 男孩 我也不知道 但是他好像是蛮喜欢小孩的 因为他就是一个职人治疗师 然后就是很爱小孩 然后他有时候上传他拍那个影片 就是我就觉得如果生活在这环境会崩溃 就是那小孩就是一直这样 跑来跑去跑来跑去跑 你有亲眼目睹那个野兽 我没有看 我没有亲眼看到 但是就是影片 就是有拍影片的 但是你有看到那个 很可爱 就是探索频道那种影片的感觉 有有有有 动物星球 对对对对 在这个非洲大草 大草原上 就是有很多的那个婴幼儿在那边奔驰这样 好可怕 可是我跟你讲 再怎么样夸张都没有我啊 压太夸张 压太就是你那个妈妈那边的 我外婆的爸爸妈妈 其实应该是外公的爸爸妈妈 但是我们家的状况有点特殊 所以应该是外婆的爸爸妈妈 他生了十一个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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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个 而且都是女儿 所以这个数量很明确的 就是可以知道说 他就是为了要生出男生 然后就不停的生 不停的生 可是一直都就是 没有这个命 就是基因太坚强 太坚强了吧 真的 对啊 就是最后就是 就是从来都没有生过男的出来 有有 像听说有一个 但后来就夭折了 就是没这个命啊 对啊 天哪 就是的确 我们其实我们 儿太的家其实也不错 就是算是 呃 就是不是说 就是算是有钱的啦 但是他就是 还是没办法养得起这么多 所以有一些 有一些有送的 就要送养就是给其他的家庭 对对对对 哦好难想象哦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世道这么的不容易 就是实在是没有办法就是 支持这么多数量的小孩 以前的人真是太伟大了 对啊 对啊 然后就是第四种什么的 就是没有生的 那个就是 但是他们是不想生哦 他们就是已经打定主意不想生那一种 对对对对 然后就是很过着非常惬意的 两人世界生活 嗯 天哪 你有这样的朋友吗 有啊 有啊 真的 就是他就是 他的那个家的环境是我最梦寐以求的 嗯哼 就是可以在 就是没有小孩嘛 对 就是可以很安静的 在一个就是原木的桌子上面 然后开始写小说 嗯哼 然后喝一杯茶 然后就是看着山蓝 就是在眼前这样飘过去 哇塞 很仙境耶 人间仙境 就是他们是本来跟先生 是一个女生嘛 对 就是他跟他老公原本就有共识 就是不要生小孩 嗯 对然后就真的也都没有生 然后他们的就是长辈们也都没有就是机车 对然后我们前阵子聚餐 嗯哼 然后就是他就看我们小孩啊 就跟他打招呼啊 然后说说话啊这样子 说说话 对就是看起来是很有耐心 然后是一个 孩子王 孩子王 对但是我觉得如果是给我一年只有一天的时间面对小孩的话我也可以做得到 哈哈哈没有错真的是还蛮那个的就羡慕啊 可是也真的是跟那个我们之前讨论的一样就是你没有生小孩你就不知道没有生小孩的好 所以有生小孩当然是有很多很棒的啦 只是我们就觉得说也知道怎么样就是你在婚前如果有跟另外一半就是有先勾勒出一个蓝图的话 那也许就是在这个事情来的时候你就不会这么的就是可能会有怨对啊 那当时你怎么不跟我说就是事情会这么这么会变这样 这么累这么讨厌 为什么我要面对这么多的长辈什么什么的 嗯那就会有新的一些就是冲突产生 对啊 对啊 其实还有很多可以聊啦就是包括谁带小孩啊然后对教养观念啊还有什么就是小孩 小孩每个阶段他都会有不同的那个个性嘛 对那其实你觉得我算是在这方面表现的怎么样 你是说哪方面 就是打几分啊就是我对育儿方面 对育儿方面 我觉得你真的非常会跟小孩玩 嗯因为我有时候真的是可能是因为我算是主要照顾者 所以我就觉得我就是把他的生活起居照顾好之后 我真的就是想要休息一下 所以就是我没有办法像你可以变这么多花样 你是可以跟他玩客室各样的游戏 嗯可是你就是可以做到这样子 所以有人就说就是爸爸是很好的玩伴啊 这是我承认 但是我不是说妈妈就不是玩伴 是觉得说就是你总是可以想出这种可能不是 不需要那种什么昂贵的玩具 但是你就可以想出一些就是很妙的一些玩法这样子 然后刚好我们的小孩又是很喜欢昆虫 就是只要带去看个昆虫 你就可以 然后你又自己是喜欢昆虫去探索自然的人这样子 就很适合担任这个角色 嗯对啊对啊就是 其实我觉得跟小孩玩就是 其实我觉得生小孩给我最大的好的优点就是 就是我真的可以从他的身上看到过去的我自己 就是很不受不设限 对然后很可以去尽情的去探索 然后没有框架的那个时候 嗯哼哼所以你会觉得说 有一点生了小孩就好像就是重温自己的童年吗 对可是我们是两个极端就是 他是很男生的女生嘛 那我是比较偏女性化的男生 对就是小 以小时候 但是说真的那个也是一种刻板印象啊 对就是为什么男生一定要怎样 女生一定要怎样 对对对对 那但是我觉得我从他身上看到了 诶其实我可以更不用在意 就是其实以前当然我们那个社会背景下 可能会给男生更多压力的 嗯哼对但是我觉得从我现在观察他的生活 我也会得到一点就是一些反思啊 就是觉得诶其实小孩是真的千千百百种 但是其实只要他喜欢 嗯哼然后他不会去伤害到别人 嗯哼我都会很支持 然后我们也在这一点方面受到很多人肯定 对对对这个关于我们的小孩就是有多特别 就是我们可以再另开几节来探讨一下 我还以为是另开一个podcast 没有吧 好 真的啊对啊这就是这样子咯 所以就是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说 呃这些事情你婚前一定要搞清楚的第三个 就是育儿期待 那不知道各位就是在不管你有没有结婚 你有没有生小孩 那是不是你有跟你的另外一半 就是或是你的你的这个情侣 就是有没有好好的沟通过这些事情呢 其实怎么我觉得我觉得再怎么说 可以先了解一下对方对育儿的期待 都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诶可是我们是不是刻意跳过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啊 什么事情 因为没有那件事就没有育儿这件事 就是一定要聊这个事情 不是不是 我是想说我们要跳过会不会听众公干 不会吧就是会怎么样吗 我们不是清新有质感的频道吗 好 其实 刚笑成那样 就是之前那个 对反正就是我们的朋友有点播一些问题 然后有一个人就问到一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以后一定会讨论就是 生了小孩知道要怎么维持夫妻之间的热度 对对对 这个问题 没有热度了吧 这我们目前为止我们的听众朋友 有人还有热度吗 应该已经 我觉得还是会 真的已经冰点 可能会有 就是房子像城堡一样大的 可以躲在另外一个地窖 什么 要干嘛 要干嘛 取红酒来喝这样子 掩饰女的故事 好 那我们今天先聊到这边了 好 OK 拜拜